承认少年打完架一马和解,谁注意弹幕了,女生紧急躺枪,现在有很多的综艺节目,不过大家平时也会去关注,最近变形机又更新了,跟之前不大一样的,是现在的孩子不会那么受苦,毕竟农村生活也没有想象的那么艰苦了,只是去干点活改变一下自己,变形机当中的城市孩子基本上都是太调皮,不听家长的话,才会被父母送到节目里面, 所以这些孩子本身就是野性的,而且个个都是倔皮涕,在这期节目里面,郑云浩不喜欢干活,每次也会找各种理由拒绝干活,身为大哥的吴家豪看不下去了,两人也因为这件事情打过几次架,但是被节目组制止了,基本上两人打完架之后矛盾会升级,两人之后也就没什么交集了,但是吴家豪却主动给郑云浩摘了葡萄吃,两人立马和解了,这件事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质问,如果是女孩子碰到这样的事情, 估计这辈子就过不去了吧,其实有些女孩子也不注意是这样的,不过这两个人也算是真孩子